週一 加州當局報告 中央山谷感染H5H1禽流感的奶牛廠 在週末增加了一倍 從17個飆升至34個 加州食品及農業部認為 預計未來幾天和幾週內 還會檢測出更多病例 農業部發言人萊爾表示 受感染牧場周圍6英里內 共用人員或設備的奶牛廠都要做檢測 確保在病毒前夫妻時找出感染病毒的奶牛 目前還不清楚病毒是如何傳入加州的 但基因測序顯示 病毒與外洲染疫牛脂身上的病毒相似 美國農業部也正在研發疫苗 至於市面上的牛奶和不安全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和美國農業部曾表示 患病奶牛的牛奶會被銷毀 其他牛奶則會經過巴士消毒 確保商業牛奶的安全性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約熙綜合報導 和美國農業部一般 美國農業部的產品 歷史文化 美國農業部的產品 美國農業部的產品 世界農業部的產品